11月16日到20日 第七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即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 在陕西西安召开 中外目光又再一次聚焦西安 那么本届丝博会都收获了哪些成果 又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曾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1997年 第一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成功举办 一个个喜人丰硕的成果 让现场盛会成为加快构建 东西部地区经贸合作的平台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西洽会在2017年升级为私博会 也成为了陕西向西开放的重要平台 现如今私博会已成功举办六届 成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 促进东西部地区互动合作的重要平台 都说十年树木 早在1997年种下的种子 在今天已然成长为了一棵参天大树 第七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即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 于11月20日闭幕 短短五天 私博会聚集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217名境外嘉宾和商客 线下参观人数突破20万 在线私博会网站点击量超过750万人次 举办了82项会议论坛和投资促进活动 共签订合作项目1857个 总投资额1.22万亿元 本届私博会深入推进区域合作 达成了一系列合作成果 涵盖现代农业基础设施 装备制造高新技术 轻工食品医药 节能环保 商贸物流 文化旅游八大领域 装载灭火器的复合翼无人机 外形硕大的新能源汽车 矿用履带式侦察机器人 位于4号馆的先进制造业展 一项项先进技术 一个个高科技产品 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球 展区现场 环与卫星工作人员 展示了卫星测控任务的工作流程 通过对卫星发送指令 控制卫星完成翻版展开 对地成像 控制数据回传等工作 这一系列操作的完成得益于 西安环与卫星独立研发的 环与卫星综合监管平台 自2021年系统上线以来 该平台参与测控管理卫星 194颗 约占国内商业载轨卫星总数 55% 同样参与先进制造业展的 陕西天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示了独立研发的 TY-70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于2019年立项 2022年正式定型 可应用于森林防火 地理测绘 地质勘探 输油管路和输气管路巡检等领域 本届四部会 着眼做大做强开放平台 设置国际交流展 开放平台展 区域合作展 现代农业展 先进制造业展 现代服务业展 六个展区 总展示面积7.2万平方米 参展企业1600余家 参展展品1300余种 其中国际交流展区 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 规模为历届四伯会之岁 其中展示了中亚五国等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整体形象 投资领域 特色产品 设置对外投资重大合作项目展区 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增进交流 促进合作 互利共赢提供了重要平台 另外据统计 四伯会期间线下参观人数突破20万 发放免费电子门票12.5万张 为中外嘉宾办理各类证件 32,800余张 热闹非凡的背后 庞大的人流量 对四伯会的服务提出了考验 四伯会第二天 我帮一个来自塔吉克斯坦的游客 购买到了想买的商品 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学生 吴杰平说道 像吴杰平一样的志愿者 传行于各个场馆 成为四伯会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他们被称为小琴宝 这次四伯会 西安外国语大学 共选拔出349名优秀青年 组成志愿者队伍 在大会期间提供语言翻译 文明礼仪 秩序引导等志愿服务保障工作 本届四伯会 围绕场馆保障 外围环境 安保 交通 城市管理 食品安全 消防救援等建立 一加十二专项保障机制 细化场馆交通 氛围营造等重点工作任务 精心组织 统筹落实各项保障任务 从公安 武警 应急 信访 消防等部门 抽调精兵强将 切实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西安市还增加了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至地铁站间的四条公交线路运力 公交车总出车数增幅达到40%以上 围绕水电 气暖和应急通讯等 开展保障工作 确保了本届私博会圆满顺利举办 说起私博会 一带一路这个高频词必不可少 今年正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作为全国唯一以丝绸之路命名的经贸盛会 合作共赢的气息在这里越发浓厚 那些彰显友谊和共享未来的思路故事 也越来越多 本届私博会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交流 服务贸易 产业转移等多个领域 举办了82项会议论坛和投资促进活动 来自塔吉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阿塞拜疆 乌兹别克斯坦 新加坡等80个国家和地区的 1217名境外嘉宾和客商在西安相聚 他们不以山海为远 不以万里为摇奔赴而来 通过私博会共享中国大市场 一张张笑脸 一挥挥握手 一次次签约 一阵阵掌声 私博会上 陕西与来自国内外的新老朋友交流洽谈 凝聚发展共识 推动务实合作 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具国际范儿的陕西 11月16日 在私博会国际交流展区 来自加拿大 爱沙尼亚 西班牙等28个国家和地区的 72家机构 带着特色产品纷纷亮相 吸引了大批参观者选购 这个麦子糖最好吃 味道不是很甜 我推荐你买 在私博会国际交流展区 哈萨克斯坦姑娘阿伊达在展位上一边整理货品 一边热情地回答参观者的提问 为了参加私博会 他几周前就开始练习中文 熟悉货品了 在哈萨克斯坦展位对面 主宾国塔吉克斯坦的展位也围满了参观者 LED屏展示着当地的地理风貌 文化风俗 展台上满满当当的摆放着当地的山核桃酱 果汁 矿泉水等特产 吸引参观者驻足 我们的果汁和果酱都是纯天然零添加的 小孩吃了特别好 参展商阿斯汗热情推荐 不一会儿15元一瓶的果汁就销售了十多瓶 在主宾国阿塞拜江的展位 中文说的不太流利的阿塞拜江青年阿里 面对围过来的顾客有些紧张 一旁的合作伙伴 陕西协有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康赶忙过来帮忙 这次我们引进了阿塞拜江的石榴汁 蔓越莓汁 葡萄酒等多款产品 他们都很有特色 陈康说 阿塞拜江盛产石榴 有200多个石榴品种 这款果汁采用传统的石榴榨汁方法 口感细腻 清爽 值得一尝 果汁 点心 瓷器 红酒 在国际交流展区 参展商与参观者不仅求心也在求同 熟悉的饮食习惯与相似的风俗 在打开双方共同话题的同时 也碰撞出更多合作机遇 当被问到这次参加四播会体验如何时 这些外籍商人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认可 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商品很好卖 中国人太热情了 11月17日 参加四播会的中外朋友走进西安艾菊 粮油工业集团 了解该集团如何通过中欧班列将 哈萨克斯坦的农产品引入中国 还体验了陕西特色 表表面的制作过程 感受陕西饮食文化的魅力 西安艾菊粮油工业集团副总经理刘志平介绍 2016年 集团搭上中欧班列长安号与哈萨克斯坦 开展粮油贸易 近年来已逐步形成生产物流消费 全流程粮食生产加工贸易体系 今年艾菊粮油工业投资了1.5亿元在哈萨克斯坦 建设了一个农产品集结中心 预计今年底建成 建成后集结中心可向国内输送高品质小麦 油料 饲料50万吨 同时为哈萨克斯坦新增就业岗位300个 西安艾菊粮油工业集团 与哈萨克斯坦的良性互助 是陕西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缩影 目前 陕西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 400多家机构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 宽领域的合作 以开放的胸怀与魄力 陕西不断扩大朋友圈提升国际反 持续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提制增效 第七届四播会已经落幕 西安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脚步持续前进 高质量发展活力不断迸发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的故事 未完待续 四播会 下节再见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